郭福有多好 年少轻狂的杨国不懂 没有婚后的一绿席 喜上眉梢 郭福这个角色耐人寻味 她虽然不是神雕侠侣的女一号 但她的戏份却贯穿了全书 从神雕开篇的低轨风月 无情到莫贵的华山之巅 郭福都有不少惊艳的出场描写 郭福的确很美 她双目流动 秀眉鲜长 脸色白嫩无比 犹如奶油一般 似乎要滴出水来 夹着郭福乃郭大侠之女 对于穿着大腕也是颇为考究 一身淡绿或淡红的裸衣 仅中挂着一串珍贵的明珠 难怪尚未成年的她 能让伍修文伍敦如怦然心动 伍氏兄弟却又因为 郭福的高不可攀 感到自残行贿 待郭福长大成人之后 她越加美丽 就连一向狂傲不羁的杨国 在遇到她的目光之后 都情不自禁地羞红了脸 十六年后 以为人气的郭福 更有一种贵妇之美 在风陵渡客栈的时候 众人见到入战的郭福 都不由得眼前亮 只见郭福性脸淘塞 容颜端利 身穿宝蓝色的紧断皮奥 领口出露出一片貂皮 服饰颇为滑贵 一看的是 郭福虽有秀丽绝伦的容颜 但她的品行却是让人不齿 原来黄荣怀上郭福的时候 心情颇为不喜 待产下郭福之后 却又一场联系 事事宗刺 久而久之 郭福养成了一副骄横的性格 还颇有些辱莽暴躁的举动 因为和杨过争执 郭福一怒之下挥舞力剑 将杨过的一条手臂硬生生斩下 因为自作聪明 郭福还在古墓射出冰破银针 害得小龙女身中剧毒 无力回天 正因为郭福屡屡和杨过爆发冲突 这一对本要结为夫妻的俊男美女 最终错过了姻缘 而郭福最后也嫁给了耶律席尾妻 尽管郭福有些小毛病 但是人总会有缺点 况且古人云 古瑶芝麻利日久见人心 郭福的好 年少轻狂的杨过不懂 但为何老成稳重的耶律席 却看得懂 还与自己为夫妻 细数杨过和郭福的爱恨纠葛 其实责任并非都在郭福这边 当时杨过为了化解 大无小无的手足相残 不惜编造谎话 说自己已和郭福定亲 在古代 女人的明杰比生命还重要 何况郭福又是郭大侠之女 自然把明杰看得极重 得知杨过口出狂言 污蔑自己 郭福一怒之下和杨过发生了争吵 最终失控将杨过的手臂斩落 数月之后 郭福又在古墓射出冰破银枝 打在了小龙女的身上 但仔细分析事情的来龙去脉 究其原因 还不是因为杨过为了复仇 抱走了刚刚出生的国乡 也就是说 若没有杨过有错在先 郭福哪会清零古墓射伤小龙女 加上杨过狂傲又自卑 郭福也是刚烈不服软 这一对原本可以不辱婚姻殿堂的帅哥美女 最终失之交臂 反观耶律奇 他一表人才悟性极高 而且耶律奇的聪明智慧 似乎不在杨过之下 他为何要迎娶郭福这样的坏女子 有的人会说了 耶律奇是没落的贵族 而郭福不仅美 他的爹娘又是名震江湖的郭靖黄荣姑父 能和郭福结为夫妻 自然能进水楼台先得月 果然 婚后的耶律奇 凭借自己的实力和人脉 最终击败群雄出任了 下一任丐帮帮主之位 但你以为耶律奇这么肤浅 就大错特错了 郭福的好 绝不仅仅是因为 他的外表和家庭背景 一 孝顺父母 英勇杀敌 郭福成婚之后 仍跟随父母一起镇守襄阳城 原文学道 蒙古大军来袭 耶律奇率领群盖冲锋陷阵 而郭福也率领了一千兵马 与敌军奋力厮杀 反观武学 天赋极高的郭湘 他却为了追寻一个有父之父 离开了父母 离开了出生地 足足浪费了24年的时间 最终看破红尘 落发为尼 二 对爱忠诚 回头是岸 纵观全篇神雕侠侣 有多少女子被杨过迷得神魂颠倒 郭福终究是一副血肉之躯 他同样也被杨过的风采所迷 不过 和其他女子不一样的是 郭福却能回头是岸 在婚姻上忠贞不二 原来那时 郭福望着杨过 浴血奋战的身影 不由的浮想联翩了起来 可郭福却不像别的女子那般 越险越深 他莫得惊绝 心道 为什么我还在乎这些 我是有父之父 岂哥又待我如此恩爱 不难看出 郭福时刻提醒自己 是有父之父 他也时刻铭记 耶律齐对自己的好 三 为国捐躯 在后续之作《以天浦龙记》里 传来了郭靖 黄荣战死的噩耗 原文道 夏阳城破之日 郭大侠夫妇 与郭公破路红尸去难 浦龙刀不知下落 郭祖是当时身在西川 呆敢去 想要相救父母亲人 却以为时不及 郭靖黄荣战死 俗来刚烈 又大义的郭福 其会贪生怕死 他势必跟着父母 一起战死沙场 为国捐躯 在坑郭乡 霞阳城大战之时 他还在千里之外的西川 游山满水 如此一对比 我们会发现郭福 看似草包无莽 但他并非一无是出 这一点 年少轻狂的杨过 岂能知道 没有婚后的耶律齐 深有体会 不得不佩服金庸 他的武侠小说 并非只有江湖的 打打杀杀 李明云涵的男女关系 家国大义 同样让人感触良多